这下消息来看到台中一名陈先生 六年前身份证被盗用 办了一组门号 打了上万元的电话费 他当时呢就向电信业者来反应了 没有想到六年过去 这个万元账单再度寄到家中 陈先生拿着电话账单 急着问电信门市业者 为什么讨债公司会向他推缴万元电话费 就是说同样的号码有两笔费用 所以加起来是16882 系统上载民的部分是这样 电信业者在电脑输入资料 发现陈先生六年前 急欠一万多元的电话费 电信公司将债务转给债权公司 陈先生大声喊冤 电话根本就不是他打的 你这个门号的资料 然后有请 就是就是转 就是所谓的债权转的公司 还有他们来 回溯到95年 陈先生身份证遭到盗用办门号 收到万元账单后 当时签了窃解书证明被盗用 六年后竟然又收到 催缴账单以及法院查封通知 已经经过六年了 又来催缴了账款 让人觉得非常气愤 因为根本不是我去 办理的电信门号 回溯到95年 陈先生身份证遭到盗用办门号 收到万元账单后 当时签了窃解书证明被盗用 六年后竟然又收到 催缴账单以及法院查封通知 让我觉得不堪其佬 也会担心说 是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动产或是自己的财产 会被查封 这笔万元账单 六年前就已经告知 电信业者打电话的人不是他 没想到过了六年 这笔账透过讨债公司 再度找上门 我们询问电信公司 业者表示 因为年代久远 双方都提不出证明 不过正在服务顾客的立场 愿意取消记录 这笔纠缠六年的账 终于可以消失 周年新闻含知心晨语肉 台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刀